接下来教你们制作一款户外风的腰带 用的织带是我之前做的一款卡织的织带 然后我这里有做一点笔记 它用的是24张卡片 长度是1.2米不到1.3厘米宽的样子 首先我们来把两头涂上白胶固定 然后自然晾干 等胶水差不多干了 来修剪尾部的这些多出来的线 用的配件就是这样一个双头都可以调节的插扣 如果只是作为腰带的话 我自己觉得有一边可以调节其实就够了 然后注意这边它是一个防滑的设计 所以待会儿安装制带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 织带是要从这一层穿过的 接着我们把织带整理一下 你穿过去的时候是从内侧 然后穿过来之后再从外侧穿回去 卡织带的织带因为比较厚所以会比较难穿一点 好了穿过来了之后再从外侧的这一层穿回去 这样装好右侧 注意这里是正面 然后穿过来这里可调节的部分呢 露出来的是反面 然后整理一下不要扭起来 整理完之后一样的从这里先穿进来 然后再从外侧穿出来 这样两头就都穿好了 接下来其实只需要把边缘的部分给它折一折 这样折进去 然后再折一次 会比较厚 如果有榔头的话可以用榔头把它敲扁一点 然后再用缝针来缝合 选一个和你织带比较贴近的颜色 我这里就用白色 然后就用藏针缝开始缝合 我们先把线头给藏一下 线头藏在里面 然后折过来 因为这个部分它只是稍微固定一下 它是不需要承受任何拉力的 所以我们就是简单的用藏针缝缝一下就好 边缘的地方可以来回的多缝几次 边缘固定好了之后就是两边 这边缝一针 然后再在这一边这样挑起来 缝一针 这样一直重缝 藏针缝就是看不到什么献祭的 又是隐藏起来的 同样的边缘的地方可以来回多缝几次 然后先打结固定一下 接着再把线头藏到植物里面就好了 这样边缘就处理完了 然后另外一头也是这样做就行了 然后它这腰带放松的时候需要这样推进去 然后收紧呢就是直接来这里就可以收紧了